新冠疫情現在非常嚴峻 今日新增的個案是達到351宗 在香港出現這個疫情 兩年來的單日新高 除了個案數字高企之外 我們都有幾點觀察 第一是污水監測的結果 亦顯示病毒已經在香港的各區蔓延 第二在環境方面 部份的住宅大廈都發現多宗的個案 甚至乎都是在同一座或樓層單位 連續都有居民感染 這個情況令人極度憂慮 隨著農曆新年的結束 其實較早前衛生防護中心都有預計 市民早前參加節日的活動 或者是社交的接觸 其實都是會引發新的感染群組 預計香港是在短期內的個案 是會幾何適地上升 我們是必須要爭分奪了 和病毒競賽 希望盡快壓止疫情 我們會忍耐一下 需要進來的